第五十九屆戲劇類節目創新獎 得獎的是 很強啊 八尺門的辯護人 剛剛忘了 謝謝評審 謝謝評審 蠻意外的 那當然我們也 我想可能是因為八尺門辯護人 是有一個很特別的題材 然後這個題材探討的東西也很特別 那我覺得台灣是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故事 還有特殊的歷史 我覺得各行各業的人 或是有各種經歷的人 希望你們都來參與創作 然後能寫出很好的故事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潛力可以寫的 好 其他的留給導演 謝謝大家 八尺門是我結合法律普及 還有律政類型故事的一次大型探索 死刑是一個古老的議題 所以我加入了族群還有認同的元素 用一個新的觀點去講述這個故事 我更要求自己 它必須是和當代的台灣息息相關 而且必須有可能 必須極其可能 就發生在現實的生活中 所以不論是人物的設定 還是故事的情節 包含其中的法律 程序 判決 以及語言的使用 我都要求務必真實可信 而且必須要和戲劇效果 達成一個完美的平衡 謝謝評審對我們這些新的嘗試 給予這麼高的肯定 我會繼續探索勇於挑戰 謝謝 喧嘩 酶